大家好,这里是刘二姐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怎样在家炸萝卜丸子 非常好吃又简单的做法 多加一样炸出来的萝卜丸子 外酥里嫩,还不吸油 而且吃了非常的好消化 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两块钱的青萝卜 用刀把他的两头给他切去,不要 再用个削皮刀把上面的这个黑的给他削去 萝卜的皮也非常的有营养 所以我们就不要去掉了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擦丝器 然后把萝卜擦成细丝 然后再准备半个小果皮的胡萝卜 也把它擦成细丝 全部都擦成丝之后 然后向里面加上一勺食用盐 下手给他抓一抓 刷一刷萝卜中的水分 抓拌均匀之后放一刀腌制五分钟 利用这个时间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香菜 把它的根部给他切去,不要 朋友们,你们那边的香菜是多少钱一斤呢 我们这边的香菜是18块钱一斤 真的是太贵了 然后改刀把它切成香菜末 全部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大葱 从中间给它剔开 然后改刀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和香菜放到一起备用 准备适量的生姜 先把它切成片 再把它切成丝 最后把它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和葱花香菜放到一起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两个 昨天吃剩的又干又硬的馒头 这个也是最关键的步骤 炸丸子的时候加上馒头碎 能让我们炸出来的丸子更加的蓬松 鲜软 吃了非常的好消化 然后我们把磨皮给它揭去 不要 爱吃丸子的朋友 可以试试这种方法 保证比你用面炸出来丸子好吃多了 磨皮揭掉之后 然后我们把它掰成大块 然后把它放到绞肉机里面 最后把它炸成馒头碎 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的萝卜也腌好了 然后下手装一团出来 放到手心里面 把萝卜里面多一堆水分 再给它挤出来 今天给它挤干一些哦 萝卜改好刀之后 把它装在一个大点的盆中 这时候把我们切好的葱花姜末 还有香菜末加进来 还有打好的馒头碎也加进来 先用筷子充分的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然后往里面打入三个母鸡蛋 再次用筷子充分的 把它们搅拌均匀 接下来我们给它调一下味儿 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食用盐不需要太多 因为萝卜是有盐腌过的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鸡精 适量的五香粉 少许的白胡椒粉 然后充分的 把它们搅拌均匀 使所有的调料化开 接下来往里面 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加入淀粉可以使我们炸菜丸子更加的滑嫩 然后再分少量多次的往里面倒入普通面粉 加入面粉不要是起到粘合的作用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把它们搅拌均匀 然后最关键的一步来了 往里面加入两颗的小苏打 加入小苏打 这样可以使我们炸菜丸子外皮更加的酥脆 吃起来外胶里内 全部加进来之后 然后就像这样顺着一个方向 用力的给它搅拌 一直把它搅打上进 之后把它搅打上进了 我们炸菜丸子才会更加的蓬松渲染 好了 一直把它搅拌成下视频中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锅中加入食用油 稍微多一些 把油温烧至6成日 用筷子放进去 迅速冒小泡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调成最小火 然后洗干净小手 下手抓一台面糊回来 然后用糊口把它挤出一个丸子的形状 大小可以给你自己的喜好来定 然后勺子上面沾点油 就像这样 轻松的一个丸子就做好了 然后再把它沿着锅边 一个一个的丢进锅里面 丢的时候千万不要挨着了 全部堆进来之后 先不要动了 然后轻轻地晃动一下锅 防止它粘锅 等所有的丸子全部漂浮起来之后 这时候我们把油温升高 把它调成中火 用筷子轻轻地给它翻下面 这样可以使它受热均匀 使我们炸出来的丸子颜色一致 而且炸出来的丸子也不吸油 炸在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筷子不停地给它翻面 我们一直把所有的丸子炸至表面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捞出控油 大家看一下 颜色非常的漂亮 金黄金黄的 所有的丸子炸好之后 然后把它装在一个黑色的盘子中 像这样我们的萝卜丸子就炸好了 大家看一下 颜色金黄诱人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哦 大家听一下声音 外皮非常的酥脆 里面非常的渲软 掰开来看一下里面 哇一点都不吸油 一股浓浓的萝卜香 真的是太香了 先尝一下 咬一口浓浓的萝卜香 还有香菜的香味 真的是太香了 外皮非常的酥脆 里面非常的渲软 而且一点都不吸油哦 因为里面加了馒头碎 吃了也非常的好消化 每次用这种方法 炸出来的萝卜丸子 上桌老人小孩都抢着吃 虽然是油炸的 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哦 一口一个真的是超级的解馋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 炸萝卜丸子的小技巧就到这里了 方法非常的简单实用 大家都学会了吗 喜欢吃丸子的朋友 一定要试这个做法哦 保证让你吃一次就忘不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留言转发哦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